我们修佛这么多年了 六十多年了 六十年前老师教给我的 实在讲就是教我改造命运 这个命运很苦啊 秦始今生都没有好好的修 齐心动念 虽然不损害人 对人没有齐活念 但是对这些动物齐活念 那为什么 想杀他了 杀他来吃了 不知道动物也是一条命啊 杀一个动物跟杀个人 没什么两样啊 不懂这个道理 小时候喜欢打猎 我做了三年猎人 杀不少众生了 修佛之后才忏悔 明白这个道理 不敢吃众生肉了 我修佛大概半年就吃长素了 为什么呢 杀业太重了 想到过去杀害得重 数量很口观了 当时抗战期间 生活非常辛苦 打猎天天有肉吃 日子过得不错 那是把夜深的佛报提前想掉了 王后怎么办 路经人亡 老师教我 回头生安 真正修 忏悔 把自己所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这些 过去被杀的 被吃的这些众生 求三回 有效 寿命延长了 延长对我有大利益 因为短命死的时候 佛法有很多 甚深微妙的毅力 我没有学到 这个损失 比什么都大 寿命延长了 就可以学到了 各位同学 听我讲经 常常听的 你会感到我 每一年讲的不一样 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跟前年不一样 越讲 越精彩 越讲 越深入 就这个道理 这要寿命 没有寿命就办不到 寿命从哪里来 无微不失 不担 不担 不杀 有云 要知道 放生 爱护众生 保护众生 决定不能吃众生肉 我是断得很快 学佛不到六个月 就吃长素了 六十多年了 最初 因为饮食 改变习惯 会起副作用 一向都是肉食 身体一向改成素食 我们自己晓得 造的业太重 所以改得很快 大概 我是三年才适应 就是身体恢复正常 刚刚吃素这么两年 人家很瘦 我这个身高 我这个身高一百七十公斤 到磅尘里磅磅了 四十八斤 四十八公斤 可是我能坚持 我的精神好 体力好 也很重视 大概三个月回去检查一次 没有任何毛病 一切正常 那我就坚持到底 三年之后 恢复正常 大概是标准的重量 六十五六公斤 这跟这个身高比例 正常 恢不容易 我的一些朋友 同时长官 看到我都说 不行啊 你要恢复正常啊 你这样下去 身体不行了 帅了 那这种警告 常常听到 所以我一去检查 正常没事 什么毛病都没有 就放心了 坚持到底 以后呢 就越来越健康 没有生过病 越来越健康 证明 速食 是好的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